为了要减轻长者的负担 花莲县政府从3月开始实施 静老爱心继承车的服务 但是因为驾驶人数不足 遭民众抱怨说常常叫不到车 对此县府回应说 正在持续扩大招募 除了现有的121辆车 第二波已经上个人车行 招募了97辆车 希望月底结训之后 司机们可以签约加入爱心车的行列 为了服务身心障碍者以及年老长辈 花莲县政府从3月起 办理静老爱心继承车服务 长者持静老卡搭车 车资七成都由现幅补助 但政策上路一个月后 却被民众抱怨常常叫不到车 原因就出在加入的继承车司机不足 你到六十几岁了 在开业没几年 那么麻烦干嘛 才会入胀子 还有那个什么装机很麻烦 审核的条件比较严苛 我个人觉得 你只要是合法登记在案的继承车司机 就可以合理的参加这个得证 目前只有三个车队 一百二十一辆计人车 加入服务行列 实际走访花莲市区 计人车排班站 司机看法很两极 不容易参加的主因 包括装机系统太复杂 抽成太高 以及结算日太久 全花莲县车辆数 大概一千零四十台的车数 但是每一个司机朋友的想法 不是很一致 那我们还会持续的来 在招募的过程 持续的来说明 县府强调将持续努力招募 更多机车司机加入 目前已经向个人车行招募 九十七辆车 将针对司机进行教育训练 希望结讯后 有更多司机签约加入 爱心机车行列 谢谢全经验欢联报道